特斯拉的Cybertruck到底防弹吗 官方的说法是全车不锈钢没有车漆 车门车玻璃全部防弹 那么今天就用不同的武器测试下Cybertruck的防弹能力 首先是9毫米口径的手枪子弹 用这把格洛克19进行测试 直观感受下Cybertruck的防弹能力 只留下了5个弹坑 这个防弹效果可以打满分 阻挡出9毫米的子弹没有问题 接下来再用不同口径的子弹进行测试 首先是0.22口径的子弹 0.22口径的子弹 打在Cybertruck上就像挠痒痒 和9毫米的弹坑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接下来再用另一种0.22的子弹 这是一种狩猎专用子弹 速度比普通的0.22子弹更快 这种0.22子弹的速度更快 所以穿透力更强 一枪就在Cybertruck的车门上留下了一个洞 但是背面什么都没有 这更加说明了Cybertruck出色的防弹能力 但我有点不幸 没有什么是更大口径解决不了的 如果解决不了 再换更大的 接下来换5.56毫米子弹的AR-15 口径比前面的都要大 子弹速度也更快 看看它的表现 5.56毫米子弹直接打穿了车门 背面也造成了创伤 我就说吧 Cybertruck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 那么接下来就用众生平等的大杀器 巴雷特 巴雷特发射12.7毫米子弹 挨过枪的人都知道 这种子弹打在身上一点都不疼 下面看看效果 12.7毫米的子弹 就是人们口中不信邪的武器 果然口径就是正义 就是真理 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 巴雷特轻轻松松地打穿Cybertruck的车门 至于剥裂就不用测试了 巴雷特肯定是一枪干碎 其实马斯克在推特上解释过 车门版能防住几乎所有亚因素子弹 注意是亚因素 事实上亚因素子弹的范围非常小 大多数枪支包括弹簧式气步枪 都是能发射出超因素子弹